出賣自己良知 你的立法委員就應該辭掉 鬥爭的工具 違法以及違憲的 那還有多少個黃國書 權力動員的傲慢 派系之爭的 滿足民進黨 個人黨的這個什麼私運 像謝長廷這種 不要臉 那還在這邊凹 他終究會被大家唾棄 最後必須經過歷史的審判 那這種人格夠卑劣了吧 這種人格還有資格幹什麼 立法委員嗎 不必啦 這種人格還有資格幹 駐日代表嗎 回來吧 不要再玩了 丟人現眼 所以黃國書現在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回頭來看 當時他從事憲民的時候 他到底是為了國家 社會的安定 還是為了個人未來發展的融化富貴 他去做這個憲民 我覺得這是問題的一個焦點 那按照這個黃國書自己的講法 就是說 過於某種情況的無賴 而最終做了這個事情 那我認為說 如果你到了最後 只是為了個人的所謂的融化富貴 或者貪圖一些未來的一些發展 而不惜出賣自己良知的話 我必須要講 其實你不只要辭掉民進黨 也不只要說以後不選 其實從明天開始 你的立法委員就應該辭掉了 因為台灣的社會不應該容許 這一種為了自己的融化富貴 自己的利益 而出賣自己的朋友 勝而自己的一起作戰的夥伴 我覺得這就是 其實這個憲民 我剛剛講 其他另外一個層次 他牽到社會 我們個人的良心 道德價值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事情呢 就像一個造妖鏡 這個造妖鏡出來以後 你就發現說原來台灣這麼多的憲民 而這些人表面上都講的是 冠冕堂皇的話 可是關鍵時候 都把他朋友都給出賣掉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談這個事情 其實應該從這個角度來談 而不是從所謂的轉型正義 這個角度去談 因為這是一個社會 普遍的一個現象 我剛剛講 不只在台灣有 包括在美國有 全世界各地都有 而關鍵在於你為什麼 要做這個憲民 你的動機 你的目的在所在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是 那校長我們要請教您 就是說您剛剛談到的是說 動機很重要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中 事實上有一個機構也是 大家比較矚目 也就是促轉會 那這件事情促轉會 他針對一個這樣的一個 個別事情的進行公開 會不會有政治獵巫的風險 也就是說促轉會 應不應該把這些相關的 叫全面的進行公開 一視同仁進行公開呢 促轉會這樣子的話 目前這樣的做法 會不會成為 執政黨的一個鬥爭的工具呢 當然會啊 我覺得現在促轉會 大家所詬病的 就是他本來就是一個違憲 違法的一個機構 我相信大家台灣 他在陽光在講 當時為什麼成立初轉會 真的是為了 所謂的追求正義嗎 還是為了打擊中國 國民黨 要扭曲台灣的 應該有的正確的 一個台灣的史觀 透過這個轉型正義 他所檢討的 都是國民黨執政的 這段時間 把國民黨塑造成一個 外來的政權 然後就欺負台灣老百姓 把台灣老百姓 陷入一種不正義的一種狀態 所以他要轉型正義 要把這個整個搬回來 所以你要知道 整個轉型正義 背後就是一個違法以及違憲的 而為了民進黨個人的 所謂的政治利益 所做成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清算鬥爭的一個活動 那現在的問題來了 往往一個惡魔 他在長大的過程中說 他有時候自己無法控制自己 像黃國書的事情 到底怎麼會出現 那還有多少個黃國書 那以前的謝長廷 這個憲民 要不要處理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當這個民進黨 啟動了這個促轉會 這個惡魔的機制以後 有的時候後來的發展 他自己也沒辦法控制住了 控制住 那帶來了什麼 帶來絕對不是台灣社會的祥和 而是台灣社會更大的撕裂 更大的一個災難 也就是從黃國書這件事情 看得出來 所謂促轉會 他們只是今天當時有權者 去對抗一些沒有權力者 基本上就是一種權力的一種傲慢 跟權力的對沒有權力的一種清算 他原來是要清算中國國民黨 可是沒想到少到一個車尾 少到一個黃國書 那大家就懷疑說 你們是不是利用促轉會 其實看起來好像在鬥爭中國國民黨 可到最後 已陷入了民進黨自己內部的派系之爭 變成民進黨內部在鬥民進黨內部了 那這個事情 我的看法是說 這也是他們所嘗到的一個苦果的代價 那這種下去話 其實跟讓台灣老百姓來檢討的 就說其實促轉會 它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到底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台灣的社會真正的公平正義嗎 還是其實為了滿足民進黨 個人黨的這個所謂的私欲 跟它的意識形態 我覺得這是台灣老百姓應該要去思考的 台灣這社會如果多靠促轉會 不斷地進行鬥爭 請問一下台灣的社會可以變得更為祥和嗎 如果我們還原歷史 難道只還原 所謂中國國民黨的這段歷史嗎 李登輝的時期難道就不用還原嗎 甚至日據時代屠殺台灣老百姓的這個歷史 不應該被還原嗎 我們今天還原歷史 儲存轉型正義 不能說只有時間這一段而已 前面不談 後面不談 只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這一段 我告訴你天下沒有出展 是出展這個道理的 這種所謂的轉型正義 就是用正義之名來追殺政敵 我覺得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 所以相對來講 我剛剛講的 其實做憲民滿可憐的 做憲民滿可憐的 因為 所以終究只包不住火的 各位想想看 將來政黨會一直輪替 所以所有的憲民的名單 其實大家都可以把它掌握得到 都掌握得到 日後公佈出來都很難看的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也捅了一個馬蜂窩了 對 如果將來把它拿出來以後 其實大家很難看 當然也有像 謝長廷這種 很不要臉的 很不要臉 明明幹多這個憲民 我記得邱毅還告他 對他告邱毅 邱毅 邱毅舉怕他告邱毅 後來邱毅也不起訴處分 人家那個調查局提出的證明 事實上的確他有拿到錢 叫做什麼諮詢委員 每個月領錢 對不對 你一個號稱民進黨的 然後天天到國民黨的調查局去領錢 請問一下你不是謝民 那又是什麼東西呢 那還在這邊熬 熬了現在又變成說是駐日代表 好像一副 我跟你講這個人歷史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讓每個人的所有做過的 這種不道德的事情 他最後是無所遁形的 所以你說像謝長廷這些人 他終究會被大家所唾棄的 因為他就算幹的多大的官 你將來也是踩著 所謂的同志的鮮血往上走的 這不是我講的 施明德 呂秀蓮 不都同樣的相類似的一種呼喚嗎 在國民黨那時候執政的時候 多少民進黨的這些人 幹的是這種窩囂的事情 不是黃國書一個 今天太多了 那同樣道理 我們今天來看看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現在也有好多人在替民進黨政府當憲民啊 台灣很多人替美國人在當憲民啊 是不是 這個很正常的現象 但是最後必須經過歷史的審判啊 對不對 你幹的到底是為國家好當憲民 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當憲民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看人家都說講的有道理啊 所以我剛剛講 談憲民這個東西一定要回歸到說 你到底當時的動機是什麼 對 就好比說很多人願意當敵後工作 敵後工作在某種概念上也是非常危險的 對對對方抓到的話 那可是要判死刑的 可是在這個國家是英雄 同樣道理 憲民在某種概念上 如果你因為跟你的防範 而阻礙了一場社會重大的災難 那我給你表揚的 那這種憲民其實是應該給他鼓勵的 可是有的憲民講難聽點出賣同志 甚至還什麼 編寫一些謊言在那邊 寫一些假資料 憲他的同志於不義 白天在跟他朋友還喝酒 把歡像個兄弟一樣 晚上就回家寫黑報告 把別人摻一本 我哥這種人格夠卑劣了吧 這種人格還有資格幹什麼 立法委員嗎 不必了 這種人格還有資格幹 住日代表嗎 回來吧 不要再玩了 丟人現眼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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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